热搜啊 温州又出了怪事 温州也经常出怪事 小周 重彩了一千万 最后八百四十三万 然后向妻子小林 也瞒了这个奖项 这个是不是这个 卖彩票打广告啊 奖金到账的当天 小周便偷偷的向自己姐姐 转了两百万 又给前妻 支付购房管七十万 小林和小周 本来感情就不合 得知丈夫中了奖 也瞒着自己转一他人 起诉离婚 主张分隔共同财产 并要求赔偿 偷偷转移的彩票 奖金二百万的上至二 法院经过审理 认定双方感情破裂 给予离婚 小周向其姐姐转账 以及为其前妻支付 房管的款项 均来自于彩票 中奖奖金属于共同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 但是小周并未告知 小林奖金的获奖 获得事实和使用情况 小周的做法属于 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应当应向小林赔偿 其转移金额的百分之六十 判决后双方均为上诉 该判决已经生效 什么意思呢 就是偷偷给别人 拿的那个钱 你得拿出来百分之六十 还给第二任前妻了 已经是离婚了 是带有一定的惩罚性 不知道这个新闻 是一个卖彩票的广告 还是个真实的 应该是真实的吧 官媒吗 我们不信官媒 我们信谁呀 我看这些个故事的时候啊 我就是对这个大家 怎么围观 我这个有 我觉得有意思 哎呦 还说这个彩票滞销了 剧本都已经出新剧本了 还有彩票的远广 比大姨妈还准时 哎呦 定期的推广 哎呦 下次轮到哪个省的案例 哎呦 这剧情改了呀 下次可以变个更好的 哎呦 这不是以前发生在别的地方的事了吗 现在又发生在温州了 基本上都说这是个剧情 以前 有一个报 这个报 应该说是官媒里的钢铁官媒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属于 我没办法说 它属于什么媒体 上海的 啊 呃 上海 大家想想 除了那种普通的 传统的什么的国媒 还有没有比它更刚的 啊 你就自己脑补去吧 他发了一条新闻 他说呀 有个大爷 坐高铁啊 去杭州玩 啊 去杭州玩以后呢 去杭州还是去宁波呀 哎 一出火车站呢 剪了张彩片 大爷就想 难道说这里有天意吗 就按照彩片上的那个号 又去买彩片 我不太懂买彩片 那个事 剧情大概就是这样的剧情嘛 然后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 就把那个彩片的样子贴出来 把那个彩片样 卖彩片的地方的样子贴出来 哎 就到哪里买了 一买 哦 中了那些个奖 就说偶然 旅游获得他奖 啊 大家也都评论 剧情 这都是搞剧本 节目不好做了 我刚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好像最新同志啊 啊 这个 斗斗 什么阴阴那里 更严厉的打击 关于这个 社会新闻实话 这些问题 你说哪些个算是新闻实话 这个 这让人头大这个问题是吧 所以这个节目风格得改了 是吧 这不能再蹭热点的 新闻热点 新闻热点的流量不属于我们 是吧 属于家头 属于瑞典人 地瓜熊 所谓上帝之鹰 你看上帝之鹰 你这个名字怎么想的 属于这个孤坟冒烟啊 你看这些个名字 天哪 孤坟冒烟 我们只能做一些 咸的淡的的节目 嗯 没办法再做这个类型的节目了 嗯 拆水的节目 或者纯哲思的 没有人喜欢纯哲思的东西 思想性的那个东西 觉得无聊 有没有人喜欢纯哲思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